大家好,我是乖修缠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点评一下军工方向 那么首先看一下军工板块指数 其次的话呢 几个个股,例如像航发动力、三英重工 中兵红剑、电科硕制、北方导航、压太科技等等 记录点评仅供参考 不作为买卖依据 那么这个视频呢 重点想要分享的一个核心的观念是什么呢 所有的机会是试出来的 是小心翼翼的,是试出来的 而所有的风险呢,皆是堵出来的 那么多数人是怎么堵的 少数人是怎么试的 咱们呢先用一分钟简单的表达一下 然后再结合板块,结合个股进行阐述 多数人是怎么堵的呢 一,习惯于满仓 二,习惯于重仓一股 三,执行力和应对一塌糊涂 走强了,赚点小钱 或者是呢,赚钱了,也住餐吃 走弱了,是扛,是扛,还是扛 最终,所有的大亏都离不开死扛二指 大家来直接评一评,是不是这个道理 就是所有的大亏,巨亏,惨亏 离不开,重仓加死扛 重仓加死扛,等于重徽 好,那么少数人是怎么试出来的呢 机会是怎么试出来的 是,既然是试,起始之初 仓位一定要清,清了现在才好 清的话呢,才能够有多,可以多条路 多个方向,这个多的话呢 也不是说无节制的 例如说呢,核心的两到三个方向 或三到四个分支方向 干嘛呢,去试机会 仓位要清 然后呢,两到三个方向去试 试的话呢,那么怎么试呢 按照技术模型 从三个维度来讲 例如说比价,基本面,技术结构 这是折股层面 交易层面的话呢 那么试一定是在买点附近去试的 这个买点对应的 不管是军线系统下的 还是产伦结构下的 符合一类买点,二类买点 还是某级别某类型的买点 在买点附近,却试 试的过程当中 走错了,走败了 本来仓位就清 不影响心态 如果说能搞转换,不能搞了 其实退出,无伤大眼 行动迅速,不杀你弄骨 试对了,怎么就是试对了呢 在试的过程当中 后面不断的走强,不断的走强 走试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 那么呢,试十次 你败了七次都无妨 小亏,行行点点了 只要有一两次试出大牛骨 在这个大牛骨当中 只要说呢,抵仓守得住趋势 浮动仓位的话呢 那么在它的短插量次级别的 不动把握短插 其实呢,可能你两成仓位 就能够赚到 翻倍的钱 同样的,对于习惯性去赌的 重仓加死扛 赌的,你仓位越重 那么的最终亏损的速度越快 好,这是只是讲一个大的概括 然后呢,咱们再结合板块和个股来去看待 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国防军工板块指数 好 那么对于国防军工板块指数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当前我们来看啊,指数来讲 距离前高 一步之遥 量能的话呢,当前好在什么地方呢 量呢,它是属于有一定的温和放量的态势 就是量堆慢慢的呈现 后面的话呢,对于军工板块来讲的话呢 这个位置因为从走势来讲 这是一比上 中间呢,其实核心还是一比上 这个位置呢,走一个小的震荡 小的震荡的话呢 那么再往上走的时候呢 它是有加速的态势 和前面相比较来讲 力度是没有被迟的 就是呢,可以把对于军工指数来讲 从内部的小结构来看 这个位置呢,现在可以把它做一个五分钟输 好 那么再往上的话呢 它和前面没有被迟 力度是加强的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我们再来去看量堆而言 那么后面密切观察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密切观察的重点是属于它的量能能不能延续 趋势能不能延续 涨势能不能延续的关键在于量能能不能维持 量能只要不缩 那么呢,依旧是属于机会大于风险 量能一旦缩减缩 就是呢,放量之后的缩量 量能开始逐渐缩减了 那么呢,风险大于机会 就那风险和机会,他们之间的整体环境来讲 风险是风险大于机会 还是机会大于风险 取决于量能的一个表达 那么我们来看历史上 好 历史上呢,对于国防军工的一个视角来讲 其实用这样的一个维度来进行观测 来进行表达 也是呢 我们来看 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整体上面来讲 只要保持这么量能的 量能有提振 那么对应的 它就属于什么呢 属于机会大于风险 量能一旦缩减 那么呢,对应的就属于风险大于机会 那么量能方大呢 代表的是一 厂外有资金进厂 或者是有资金认同这个方向 认同这个板块 第二,内部厂内 就是该方向里面的资金来讲 表现更加活跃 赚钱效应提高了 那么内部的 就不管是条件换股也好 还是属于买卖交易也好 会更加频繁 更加的 就是散布在什么情况下 交易是最频繁的呢 一定是有热点的时候 或者是行情大环境开始相好的时候 而且尤其是在高潮的阶段 交易是最频繁的 场外资金也活跃 场内资金也活跃 什么成功下散布的 交易平时是最冷淡的呢 一段几跌之后 再增浪 再阴跌 为什么都神龙套牢了 都也动不了了 好 所以说呢 接下来重点看量能的一个表达 当前的话呢 对于整个军功指数来讲的话呢 一用最简单 最笨的方法就可以 索武军 就是先观察武军 武军不破 跟武军 武军一旦那么 出现顶分破武军了 就是要防 量能来讲的话呢 放量不悲观 一旦呢 放量做的缩量 持续缩量就要小心 这是对指数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 那么再看个股 个股的话呢 咱们先点评 中兵弘建和三一重工 这是属于两个极端 一个呢 是属于 云霄之上 一个呢 是属于什么呢 低平面之下 实际上呢 跌到18层地域去了 那么先走 先讲两个极端 然后呢 在重点放在什么呢 像航发动力 电科数字 北方导航 亚太科技 好 那么我们先看中兵弘建 中兵弘建 这一支个股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好 我们来看啊 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首先 它的走势是什么生长的 第一个呢 这类个股呢 当前点评的目的 不是说 未来还有多大的机会 还能不能买 这支个股的话呢 没有的 现在肯定是属于 高丑不胜寒了 就算虽然说趋势 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完全走坏 因为还在 给新高啊 那么我们来看 它是什么呢 从审美的角度来讲 例如说 一 它的业绩是有提升的 2021年的半年度和 三季度归宿的公司 净率人 3.2个亿 6个亿 净率增长率 78% 84% 业绩是有提升的 好 然后呢 再看它的一个方向 它是属于什么 像大口径炮弹 导弹 子弹 弹药之类的 然后呢 从扩展来讲 它是属于国防军工 新材料 培育钻石 工业机器 等等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看它的 组织的发展特征 组织发展特征的话呢 从长周期来讲的话呢 它下方有一个 长周期的大的平台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大的平台的过程当中 这是长周期的 这样的一个 平台 这个平台的话呢 对应的地链和地链是属于逐渐抬高的 这是一个视角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它短周期啊 因为前面在这个节点的话呢 当时粉丝留言 当时对它的态度的话呢 是属于 嗯 突破 而且呢 是属于祖声 祖声的话呢 当一波祖声之后 就是已经接近翻倍了 翻倍过 之后的话呢 后面当时讲了个节点的这个位置 文件 后面呢 你可以谨慎 不参与 甚至激进的话呢 当时守的是18元的位置 它这位的购注一个平台 但是这个位置呢 是把它作为列村作为一个三十分钟书来就看待 这个位置呢 作为第二个三十分钟书 强的话呢 完全可以再度相当离开段 离开段的话呢 当时没有走出来之前 大概有和前面是有被磁的 现在来看它走出来 和前面被磁关系已经被打破了 只不过呢 它呈现新的隐患 这个隐患什么呢 量价 顶背离 所以说呢 现在这个我们重点观察 它的方向是什么样子的 它的基本面是什么样子的 它的走势生长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好 那么呢 这是属于云端之上的 而且呢 当前的价格在所有均线之上 好 那么这类个股的话呢 第一 很多 很多时候呢 要有一种联系的眼光来去看待 什么意思 这只个股 由你守什么呢 守它的一个 最简单的 守它的一个 先守五均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视角 短期强入的一个维度 没有的话呢 它们这类个股 是不是就完全不关注了 不是的 没有的关注它 什么每天看一眼 或者是阶段性的看一眼 这类个股不能只要说 这类个股不出现提跌 那么整个军工板块的 它人气是什么呢 是有正提振的 什么意思 当一个板块里面走出这样的一个趋势龙头 趋势龙头 只要说呢 还能够持续创新高 那么它对于板块来讲 是正向的一个提振 反之 当一个板块当中的趋势的龙头 逐渐的 开始呢 坚顶了 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急速调整了 出现这种坚顶之后的下跌了 那么整个板块也可能会进入下坡路 或者进入这样的一个末端 所以说呢 这是它的一个意义 所以说呢 像中斌弘建也好 像杰赛科技也好 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只要说能够持续走强 那么对于整个军工板块 它是提到正向提振的 就像当初负满电池 像这类个股 它要是能够持续走强 你手中有也好 没有也好 这类个股如果能够持续走强 而且不止一只 多只个股都能持续走强 那么它对于 半倒的方向是提振的 当这类个股的话呢 出现一个两个三个出现 纷纷见顶的时候 当时像富满电池 包括呢 像四南威 好 在这一段的时候 当这类个股 即便你没有 只要说呢 这类个股就是方向 有趋势 趋势龙头 有代表性的个股 不断的走高 不断的走高 它对板块有个正提振 如果说呢 这类个股呢 纷纷见顶 或者纷纷出现这样的 又不能创新高了 纷纷出现这样的一个 颇位矩阵 那么呢 对于整个板块来讲 它是一个 是一个反向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呢 要有联系的眼光去看 好 这是刚才讲的 像中兵红见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三一重攻 那么三一重攻的话呢 它的一个走法呢 就极在相反了 一个是天上 一个是地下 但是三一重攻 它曾经也在天上过呀 人家曾经也是 十倍的大牛股 十倍大牛股的话呢 那么像三一重攻 当前的一个剧情 是属于什么呢 无量 无价 无趋势 所以说呢 它的基本面而言 我们来看 好 基本面而言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像2021年的下半年 以及呢 三季度 它的业绩是有这样的 就是增长的 这样的一个速度 是变缓的 变缓的 并没有亏损 并没有亏损的话呢 这跟传统行业有关 就是呢 像三一重攻 人家第一 前面经历这种 十倍的大牛股 大牛股过之后呢 从趋势的角度来讲 它有两个 不同节点的一个转折点 或者是从哪两个的一个是 高位这两处的话呢 都出现什么 都出现这种高位 矩阵方矩量 以及呢 高位出现这样的一个 顶 强顶分破五军 这是非 如果说呢 对残论结构 或者对残论的知识点 有一定的了解的 或者说前面呢 学的这种真的听进去了 以后呢 再遇到这种情况 最起码你不会在这个节点去追 如果说鼠足有的话呢 真的真的碰到 哎 抓住一些大的牛股 做的这种型号呢 你最起码你都懂得要去减了 这就属于典型的顶分 而且是强顶分 强顶分破五军 这个时候呢 就是一个应对的节点 或者卖出的一个节点了 再结合呢 例如说像价格给行高 MICD是属于顶背离的 好 量价顶背离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一定要小心 最起码你不能去追了 有的话呢 那么一旦破位 那么就是要即使要离场 或者是要 逃命的 那么这是一个节点 第二呢 趋势类型的个股跌破 140年均线也站不上来 它就是另外一个节点了 这个节点什么呢 弱势依旧吗 而且像三英重工 我们来看 像这类个股 它就属于当前价格的 在所有均线之下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一个 态度是什么呢 首先给它一个 就是短时间之内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持续缩量的状态 缩量的状态呢 MICD在零度下方 始于弱势的周期 所以说呢 像三英重工 这类个股的话呢 虽然说价格来讲 从49跌到当前的22 已经腰斩了 从中长的一个维度来讲 这类个股未来 难道说就没有机会的吗 不是的 但是眼下它不是机会 眼下的话呢 最起码 像这类个股什么时候 购注一个底部平台 就是首先嘛 生住坏灭 它先生 有生的迹象 什么生的迹象呢 只跌之后 购注一个底部平台 然后的话呢 在购注底部平台的同时 一消化上方被套到筹码 二的话呢 以时间换空间 然后呢 再形成平台的突破 量能有提振 然后的话呢 技术图形也开始走好 那么呢 用趋势的角度才去跟 好 这是三英重工 那么剩下的节点呢 咱们再来去重点 分析 像航发动力 电科数字 北方导航 亚太科技 好 像航发动力 那么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其实前面呢 在140年军业附近的时候 咱们重点点评过 当时点评的节点的话呢 还是偏谨慎 但是呢 是试探的视角 从37块 一毛九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 30分钟中枢 日线的比中枢 来进行看待 当时讲到的话呢 如果说墙 完全可以走出向上离开段 向上离开段 是要突破前面高点的 但是 当时在走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其实你很难通过 某一个节点 就知道他未来 能不能走出向上离开段 只是走的过程当中 走势是发展的 走势是生长的 只不呢 在当前来看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他距离前高 也只是 比较临近 已经非常靠近了 那么像航发动力 这类个股的话呢 如果说所容 有 那么这类个股的话 用个最笨的方法 低点和低点相连 作为他的一个趋势支撑线 就是呢 只要说此趋势支撑线不破 那么对应的 可以呢 去守他的一个趋势 好 那么同时的话呢 像我们来看链站关系 像量能的话呢 近期 他是有量能的一个表达的 就是呢 涨的时候是放量的 回踩的时候是缩量的 那么整体来讲呢 是不断的相当 是属于还长的一个节奏 还没有经历这种加速 好 MICD的话呢 也上了临州 在 金叉在临州上方 那么后面的话呢 同样的一个观察视角 就是像这类个股 靠近前高的同时 越往上 他越需要量能的维持 就是呢 在走势的生长当中 从他的位置来讲 可以守着的趋势线 第一 趋势线不破 是可以作为守趋势的 一个理由 或者持股的依据 从不断的角度来讲 这是一个视角 二 如果说呢 在后面 震浪也好 他能保持原先的节奏 震浪过程当中 一向下不破 趋势线 同时量能是萎缩的 但是不出现极致的缩减 然后呢 整体的量能能够保持住 甚至从这还能够保持住的 同时还能够有所提高 温和方量 量能能够 量能如果说 一旦能够逼近前面的量能 甚至能够突破前面的量能 那么他突破前面高点 是大概率的 如果是后面的话呢 量能不能跟上了 出现什么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缩量了 而且这是持续性的一个缩量 那么对应的话呢 那么防范呢 是呈压之后 先下拐头 当然了 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第一从趋势线的角度来讲 去守趋势线即可 二的话呢 从长轮结构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 密切防范 什么时候出现顶分破五菌 一旦出现顶分破五菌 那么就要 该跑就跑 该立场就立场 该防范就防范 如果说呢 既没有出现强顶分破五菌的节奏 也没有破绽了趋势线 那么呢可以守趋势可以去跟一跟 就能走的可以去守之 但是没有这个位置 有没有必要去追呢 用不管是用长轮结构 还是用均线的一个视角 买点 买入的唯一标准 唯一条件就是在买点附近 不在买点附近的话呢 宁塔空不去盲目的去追 好 那么同样的像这样的经验 你要从用日线的维度来讲 或者30分钟角度来讲 那么这个位置 30分钟级别的二来买点 30分钟级别二来买点 如果说呢 这个位置后面能够 向上加速 甚至说能够放量 突破前面高点 后面回落不破这个中枢上沿 那么是属于30分钟级别的三连卖点 那么这个过程内部的话呢 他当前那么当前 如果说没有的 那么他只存在 只可能存在5分钟级别的买卖点了 所以说呢 那么5分钟级别 30分钟级别 甚至日线级别 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一个是结构组件的周期 时间周期不同 二 买级别 它是解决仓位问题的 不小不同的级别 它对应的仓位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你没有 没有级别的概念 没有仓位的一个概念 很多时候呢 就是散布指望去 就是绝大部分时间 绝大部分情况是什么说 是什么情况下 是发生一次又一次的亏损 或者是高于站岗的呢 真真真真正的出现这种背词的时候 或者买点的时候呢 要么不敢尝试 犹豫 要么呢 是识别不了 要么识别之后呢 也不敢尝试 不敢 就能比较低沉嘛 在那涨的过程当中 一旦呢 分歧当中 加速一次再加速 后面的话呢 越往上 越兴奋 越兴奋 越后悔 越后悔的话呢 越有一种 又有一种补偿心理 报复心理 干嘛呢 哎 生怕错过大牛股 然后呢 追过 不计成本 不计代价的去介入 介入过之后呢 赚钱呢 也只是赚个一时的运气 但是呢 久而久之 一定是高位站岗 高位站岗 高位站岗 一次又一次 所以说呢 对应的 首趋势的同时 那么呢 市集会 一定要在集会点附近去使 这个集会节点 他不是说每天 每时每刻 他一定按照一定的方法论 去跟踪的 好 这个航怕动力 跟踪 下方低点和低点相连 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支撑 作为一个观察基点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电科数字 电科数字 这一种呢 咱们点评的制作 偏多了一些 但是呢 大的方向来讲 我觉得还是 就那第一 它的涨势还没有结束 第二 它的结构还没有 上涨的结构 还没有完成 这个指的什么呢 一 这是一个大的 平台 相涨突破 相涨突破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剧情的话呢 这是 像上 这是第一个 好 我们来看 它后面 给大家讲 会存在哪几类机会点啊 好 第一个 从大的一个节奏上面来讲 日线的买点的话呢 一时半会儿出现不了 甚至说呢 半个月 一个月之内 都很难出现日线级别的买点了 为什么呢 什么情况下 是出现日线级别的买点呢 我们来看 从这个位置 对观察点来看 这是一个五分钟中枢 延伸 升级为三分钟中枢 这个位置呢 向上 一笔下一笔上 后面的话呢 如果说给出一笔下 这是逐渐第二个三分钟中枢 如果说呢 再往上 走出向上离开段 那么呢 三十分钟去之上 那么结构保满 随时可以结束 如果后面走出一个三十分钟的盘整下跌 走出类型 日线的线段下 好 回落不破这个大平台 这才是日线的三连买点 所以说呢 这个结构 当前连三十 连这个位置呢 向上的 就是日线还属于这样的一个 向上的延续当中 延续当中的话呢 那么日线级别的买点 估计在一个月以内 甚至说 就它都不会出现 这种日线的三连买点 在一个月以内都不会出现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三十分钟级别的买点 可不可能出现 在大的一个结构之下 我们来看 看的是什么呢 从二十三块四毛五的位置 我们用三十分钟的一个图形 来去观照 好 用三十分钟 用三十分钟图形来去观照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首先 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是属于 五分钟中枢延伸 升级为三十分钟枢的 这个位置 好 然后的话呢 对应的 这是日线的一笔下 其实呢 它就对应了 就属于以这个中枢为例 离开段和前面进度端向比 无被迟 回落不破 这是三十分钟级别 三点买点 好 那么当前的话呢 它是三十分钟三买 然后呢 三买之后的上涨 上涨的话呢 这个位置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呢 中间这个位置呢 只是逐渐的是五分钟中枢而已 这个位置是五分钟中枢 五分钟中枢的话呢 那么当前对应的 用三十分钟级别的 买点是什么呢 这个位置 五分钟的结构 这个位置向上 结束 给出一个一笔下 出现低分 或者三分钟线线下 给出 线线线下 然后呢 有被迟 五分钟的盘整下 有被迟 那么呢 不破前面低点 不破下方这样的平台 它对应的是三十分钟级别的买点 就三十分钟级别买点的话呢 那么它的出现 至少也是在 一周以后 或者是两 一周到两周以后 就是呢 首先这个位置呢 要上 要走完 走完之后呢 又有个调整的结构 这才是属于三十分钟级别的 类三买 然而期待向上离开段 这是一个 巨型 那么当前临近呢 会出现什么 什么样的机会点呢 又更小级别了 因为你只能这样去看 用五分钟的一个节奏的话呢 那么当前 因为从这个位置 小周期来讲 从三十二块六的位置以来 它的一个反弹 日线只是一笔上而已 三十分钟的话呢 只是一个先端上而已 这个位置呢 它时间就是一个五分钟中枢 延伸 五分钟中枢延伸的话呢 那么周五的 周五的时间 出现一个掌停板 那么下周出错 一个高开 或者是一个冲高 冲高过周呢 那么就是五分钟 现在离开段了 离开段之后 对应的 好 一旦 打出去 最好是和前面相比 没有被辞 后面呢 但有回落 给一个五分钟的先端下 不破 这个五分钟中枢上延 那么它就是一个五分钟级别的买点 爷爷说呢 从为什么给他今天给他讲到一个时间的一个划分呢 就是你的操作级别不同 你的选择不一样 而且的话呢 在看待一支个五的主持结构 它是对应了 爷爷说呢 在下周的时间 下周 周内 它可能会出现一次五分钟级别的三买 三买转二买 或者三买转一买 它是一个五分钟级别的机会点 用短线的视角 用小的仓位去低级高抛的一个机会点 那么当这个机会点兑现过之后 兑现过之后 后面呢 随着时间的退移走势结构的饱满 已经的增长和转值 那么呢 可能五分钟级别的买买点呈现过之后 可能后面下一个看观察市场 给不给你三十分钟级别的买卖点 三十分钟级别的买卖点呈现过之后 那么呢 最后才是日线级别的买卖点 所以说呢 这是关于清晰的一个划分 所以说呢 有些个股不是说能不能参与的问题 是你参与的程度 它当前市场呈现的 更当下 更靠近什么级别什么类型的买点 那么如果说不符合你的操作级别 你可以放弃 符合你的操作级别的话呢 所以说呢 任何一个理论 任何一个交易体系买卖程序 尽可能还能学经学系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 灵活去应对 因为很多时候呢 五分钟级别的买点 它就可能给你 直接什么生长为一个更高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走势 或者反弹 或者是上涨的一个空间 好 所以说呢 这是对电科说字 从不同级别 不同时间的一个维度来去观照的 当然这是推演的一种可能 它不是唯一的可能 后面呢 要去跟 好 这是电科说字 那么它的基本面的话呢 咱们前面因为讲过多次啊 那么今天就点到技职 那么它首先它的基本面是稳定的 谈不上多么的突出优良 但是它当前技术面是非常不错的 亮堆 大平台突破 好 但是如果说你是不按照也没有级别的概念 也没有买卖点的概念 然后呢 心意冲重 冲高 然后就追 追了之后的话呢 一旦追在极端性的高原上 阵营的话呢 也容易把你震出去 今天震不出去的话呢 很多时候会浪费时间 而且的话呢 藏在河边中 哪有不失邪的呢 所以说呢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视角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北方导航 好 那么北方导航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它当前靠近什么级别的什么机会点 还是风险点 那么它的基本面 业绩是有提振的 然后的话呢 对应了我们来看它技术面 中列看技术面 技术面的话呢 对应了从长周期来讲 先看大的结构啊 从6块6毛8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可以把它作为周线级别的中枢的 这位置是可以把它作为周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强的话呢 是可以期待周线级别的向上离开断的 这是个大的结构啊 这是推演的一个是要大的一个结构 然后我们再个小细节 小细节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从7块3 作为一个观察点来去看待 7块3来去观察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其实这个位置咱们前面 重点点评的时候呢 也是看待什么呢 它是属于典型的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30分钟中枢的不断延伸 延伸的话呢 后面它是什么一口气走得比较强 回路连前面这个平台都不跌破 它实际上是属于 二三类买点的重合 二三类买点重合的话呢 那么当天实际上这个位置 它是属于30分钟中枢延伸 再走向上离开断 再走向上离开断的话呢 那么我们用什么视角呢 从7块3的位置来去跟踪 就是作为一个观察点来去看待 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突破型缺口 到现在位置没有回补 缺口不补 忽属如虎 这是针对于突破型缺口的 好 那么这个位置作为一个 三分钟的延伸 那么向上走的是离开断 那么这个位置向上 就是说所有的买点 它一定不是上涨的过程当中去追的 既然你只要说 涨的过程当中去追 那么它一定不是残论下的买卖点 残论下的买点 这一点一定要切记 好 那么它从 从它的走势结构上面来讲 它更靠近什么级别的机会点呢 因为当前来看的话 日线它只是一个日线的线站上而已 日线的线站上就是 日线级别的买点 八竿的打不着 就那 后面不管它怎么走啊 短时间之内 日线的买点 它都不会再呈现了 因为它结构如此 好 那么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日线级别的买点呢 我们来看 就是从当前这个位置呢 向上 那么如果说后面 它只有两种剧情 两种剧情会出现日线级别的买点 哪有两种剧情呢 这个位置是日线的线站上 好 如果说呢 日线层面线站上的不断的发展 不断的发展 打出去 后面给出日线的线端下回落 这是大级别的三类买点 日线的三类买点 来去看待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什么呢 这个结束过之后 它走出什么 走出一个日线的线端下回落 不破前低 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中枢延伸 或者说是相比于它来讲 一个 四级别走出类型回落 不破前面低点 作为日线的二类买点去把握 也是 这也是一个视角 这是日线买点的一个节点 就是它的时间跨度会比较长 短时间 连想都不用想 那么我看三十分钟 好 三十分钟的话 那么对应了 从七外三的位置 我们来观察 好 三十分钟的话 那么对应了 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三十分钟中枢延伸 然后的话 走出相当离开段 也就是说 三十分钟的一个维度 来进行观测的话 那么对应了 这个位置 把它做一个三十分钟输 那么 后面观察的节点什么 后面给出一个三十分钟 这个位置 首先 这个位置先上 是否结束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 如果说结束了 后面给出三十分钟 相当下 或者是五分钟的攀伸下跌 不破 这个中枢上延 那么它是靠近三十分钟级别 上来买点 给不给 如果说跌破了这个中枢的上延 那么三十分钟三买不成立 不成立的话 它只是要么做中枢延伸 要么做反向运动 好 这是三十分钟的一个视角 来观察 那么我们再来看 用五分钟的维度 用五分钟的维度的重点 重点看这一段 这一段的话 三十分钟只是一个线段上 那么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 来进行看待的话 对应了 这个位置 是可以把它做为五分钟中枢延伸的 也是一个五分钟中枢延伸 中枢延伸的话 那么对应了中枢上延在什么 在十一元附近 好 在十一元附近 十一十块九毛四 十块九毛五 就以十一元 这十一元做一个参考 就是当下 它的这个增长 如果说呢 给出五分钟的线段下回落 不破十一元的位置 它是五分钟级别的 三迈买点 或者三迈 观察三迈转二迈 三迈转一迈 就是它临近的更接近了 更当前 要么没有机会 要么呢 有机会也只是五分钟级别的机会点 理解了吗 如果说呢 相似于往上 回落不破 小震一下 那么这是五分钟级别的机会点 机会点 如果这位置相似反弹 应该走完 回落 日线的一笔下 三分的线段下 不破 不破三十分钟中枢的上延 对应了 它是三十分钟级别三迈买点 好 这是北方导航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亚太科技 亚太科技 好 那么像亚太科技 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对应了 它的剧情也是 首先大周期来讲 它实际上是一个平台突破 从传统的一个角度来讲 是一个典型的 长周期的这种平台突破吗 突破过之后呢 如果说突破之后 后面有这样的一个回落 有这样的一个回踩确认 那么确认下来之后呢 回踩确认之后还是机会点 好 那么这看 这是一个长周期的 这个这个长周期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我们的 用周线级别来去观察 周线级别来去观察 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它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可以把它作为周线级别中枢 来去看待的 好 但是我们先看小周期的 小周期的话呢 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日线的比中枢 接触了在6块钱的位置 是一个观察基点 就是当前的话呢 它在前面强劲的这样一个上涨 上涨过之后呢 量的对方大 量的方大 量的方大 首先这个站的基点呢 不管是短时间是震一下也好 或者向上也好 肯定不去追 只是给它讲的很资类个股 大的角度来讲 是平台突破 等它回踩 小节度来讲呢 只要是回落下来 不破6元的位置 它实际上就属于小级别来讲 先靠近的方 先靠近的是属于 如果真的跳下来 靠近的是30分钟级别 三点买点 如果这个位置呢 实际上是在大平台上方 肯定小的平台 然后再往上走完结构之后 再调整反向运动 日线的线线下回落不破 那么它就属于日线级别的卖点了 所以当前现在资类个股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 你把握的是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机会点 好 这是亚太科技 好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关心了 我就想找到 或者是想要跟踪 或者是想要去看待 符合当前就能去交易的 或者是当前就可以去把握的一些机会点 而且是日线级别 日线级别那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属于相对的 要么是 平台突破之后调整下来 已经是调整比较充分的 出现强底分了 要么是属于 要么是属于某级别的一类买点 就属于那 还是走势还偏弱的几个级别 所以说呢 自己能否去识别很重要 那么给他举一个前面讲过的 一个案例 什么案例呢 好 例如说 咱们前面讲到的 不管是同城心才也好 那么在这个节点的时候呢 咱们讲到在这样的一个节点的时候呢 他就属于 在日线的三连买点附近 在这样的节点 但是在这个节点的时候 你能不能识别很重要 当然这是需要什么 这是需要 而且这样符合他的买点呢 他未来不一定都能够长出来 都能够走出 走势是不断生长的 不断去跟踪的 所以说讲到这一块的话呢 咱们今天借助于 国防军工指数 包括呢 个股的一个表达 只想给他 讲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观念 什么观念呢 机会是试出来的 封印是堵出来的 这个是怎么去试呢 例如说 我在五分钟级别的买点去试了 试的过程当中 给出买点转卖点 三迈转二迈也好 或者是给多长机会点了 转卖点 我该应对还是应对 该卖还是要卖 不要去想着去死扛 不要一开始想着多么重的 仓位去堵他怎么样的 如果走得不断的走强 那么呢 你能把握出他的趋势 把握出他的机会点 如果说呢 后面从小级别的机会点 然后呢 走出结构 饱满过之后 发展成为更高级别的机会点了 你才能够 去应对 才能够 去把握 好 那么封印是堵出来的 就属于什么 就是刚才咱们讲到过的 那么大家可以把这几句话 记在自己的心里 机会是试出来的 封印是堵出来的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最后呢 用一分钟 讲一个小插曲啊 咱们近期的话呢 对于均线系统讲的比较多 这是产师所分享的均线系统 看似简单 其实呢 是一个自身体系的东西 不管是从文字的文章的方式 还是说像 视频的方式 已经讲的比较细致 那么呢 对于很多粉丝朋友来讲 如果说真的感兴趣 可以呢 多去巩固提高 后面的话呢 咱们会往后面继续 进行 尤其是交警超过108个系列 咱们后面呢 还有很多内容 是需要按部就班的去讲 但是希望什么 希望 不要讲的后面的 望到前面的 所以说呢 对于均线系统 虽然说是简单的 两根开线的 两根均线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关系 买卖程序 那么呢 尽可能不断的强化公固 好 后面的话呢 再不断的去加深 再不断的去相结合的时候 例如说 哎 能不能把一些简单的材料结构 或者能不能把均线和 MICD和其他的一些 量价关系相结合呢 都是可以的 但是的前提是 每一个环节 你都要掌握的 非常的精细 否则的话呢 你连一 连一个简单的步骤 都运用不好 结合的越多 对你来讲的话呢 越乱 越难 越模糊 只有说呢 每一个节点 每一个细节 都很精致 很精透 很这样的话呢 结合起来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 如鱼得水 才能够更好的去应对和驾驭 好 这咱们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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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